當天晚上 王道涵在烏捷路董工酒店設宴 宴請顧政府和海西會全體與會者 當我們坐下來的時候 拿出個菜單來 這個菜單的大廚 他是個海外華人 有名就關鍵 他們覺得兩岸之間適隔那麼久 能夠在我的餐館能夠來吃飯 他也覺得很容易 所以大廚非常用心去設計菜單 菜單這個很有意思 這就是他在4月27號第一天 王先生請客的 那麼每個人都簽名 簽名一份 留著紀念 晚宴的九道菜 各有一個富於中華文化韻味的名稱 琴桶手足 龍族一脈 琵琶琴瑟 喜慶團圓 萬壽無疆 三元吉利 兄弟之役 煙雨滑堂 前程似錦 覺得連海外的廚子 都對我們兩個人之間的會談 具有這麼高的期望 實在是不能辜負人家的 很冷責 他會想的 我還沒看到